备受争议的岛内义务兵役改革27号终于拍板定案 由四个月延长至一年并配合调高薪资 由现在的每月六千多元新台币调涨至两万多元 政策一出岛内年轻人不分蓝绿一致炸锅 痛批民进党把年轻人推善战场调起两岸紧张 此外舆论也质疑一男薪资非涨是蔡英文当局 想用公帑收买安抚年轻人 台媒报道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声称 延长兵役是无比困难的决定 还扬言只要台湾够强青年就不用上战场 对此岛内年轻人不分蓝绿 都对蔡英文的说辞不买账 有网友直言问题不是服役多久 而是为何要延长兵役是谁造成的 还有网友讽刺票投民进党 青年上战场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表示 台湾人民很不幸 有一个以美国马首是瞻 不在乎台湾命运的领导人 兵役延长只是个起步 台湾未来必须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继续增够武器 也让台湾成为美国的军火库 此外有台媒分析指出 为了争取民众对延长兵役的支持 民进党当局洋洋洒洒写了26页的说帖 不只将一南薪水从6000多元新台币 一口气涨到26307元新台币 一期纳入劳保年资 还提出分年分期入营 大学四年同时完成学业与一期的构想 摆明是想讨好一南与家属 用公帑收买安抚年轻人 用高薪淡化年轻人的反弹 也淡化民间对战争的恐惧 不少岛内网友留言表示 这根本是用钱整兵 有经过纳税人同意吗 把民众带往战争边缘 然后又狂花纳税钱帮自己做政绩 国民党民代也质疑 无论是增加一南薪资 还是延长兵役所需的提升训练强度 与人事所需都没有裁员方案 这笔钱从哪来 防务部门应该对外说清楚 大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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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